与A用mall买菜 想说可以录个影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介绍一下那边的物价大概是如何 我等一下会买东西不多 就是我只要煮咖喱牛肉 所以我只会先去买咖喱牛肉的材料而已 目前我买菜的地方都还是在那个mall里面 还没有进展到当地市场 改天如果去的话 再录当地市场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先分享一下 在A用mall里面买菜的状况 那我们就出发吧 我现在就是把羞耻力调到最高 现在在我常常买菜的mall里面 它是在金边的市区叫做A用mall 是日本人开的那种连锁的mall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买了什么 我这样子大概总共花多少钱 其实金边的物价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便宜哦 因为大家觉得说它不是一线城市有点落后 那物价你们在那边应该可以就是很省吧 其实没有 我今天买的呢 就是水果跟煮咖喱牛肉 材料 洋葱马铃薯萝卜 这一些必需品 跟你们分享一下大概多少钱 先来水果类的火龙果 我上次买过觉得还蛮好吃 所以这次就是再来购入 这样两颗的价钱是0.94美元 所以大概是三十几块台币吧 所以水果在这边算还蛮便宜的 再来是这个 它是写orange啊 这样三颗 1.47块 也还ok三颗 再来买了一个小小的半边的哈密瓜 小小半个 2.5块 好水果类大概我会买的就是这几样 都是有皮的 回去可以自己削掉自己吃 因为这边的水果 嗯 我还不太敢吃 就是直接皮可以吃下去的 因为我怕肠胃还没有适应这边 所以我都是先买一些带皮 可以切掉 直接吃到里面裹肉的 对 这三样是我每次来都会补货的 还有话是刚好说 我是以设定是咖喱牛肉 去买今天的材料嘛 那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材料的价钱 一颗洋葱 一颗哦小小的一颗 0.18 胡萝卜 胡萝卜两根 当录到一半继续 胡萝卜两根 两根的价钱是0.56 马铃薯两颗两小颗 1.26 最重要的牛肉 牛肉我买的是他们这边当地的牛肉 它是 它这样子200公克啊 是4.37 所以刚刚那些咖喱牛肉的材料 先总偷偷在这里 应该是花这些钱 大概可以吃两餐的价钱 这是主要我今天来采买的东西 跟大家小小分享一下 准备出门 准备出门 它那边的店不是很高捷 那价钱蛮便宜的 只有在那个网路上找了几张 我喜欢的那种光疗的样式 等一下给他们出考题看看 不知道会不会画 画得出来 画不出来 就比较寒风的 好 那我们就出发吧 刚刚飞行的快速一阵混乱 现在没假店没有人 他就叫我赶快先坐上来 开始修指甲 然后下巴长一颗非常大的痘痘 现在呢 他先帮我修手的一些死皮啊 然后抹一下 等一下就可以请他帮我画 我想要画的样子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咯 这是他们的价目标 我是做这个 手的 修指甲 然后跟光疗是13块 对 然后因为我还要请他设计嘛 所以会再加一个design 5块钱 他们现在超可爱的 拿着我给他们的图 然后这样子一个一个颜色队 真的是为难他们了 但他们好像讨论的蛮开心的 就是大家一样画葫芦的概念 能见啦 能见啦 谢谢 乾杯 剛剛已經做完指甲了 現在跟朋友在那個 一家韓國人開咖啡廳 還蠻漂亮的 等一下會有一些影片 看一下這邊長怎麼樣 好 今天重點是指甲 這樣子做的價錢啊 是23塊美元 但雖然說聽起來好像很便宜 但是因為它的一些技術啊 像這也是蠻薄的 然後跟這邊都有一些 你看這些少細節 就顏色都會苟到 然後以這樣的價錢在這邊 朋友說還算貴 我覺得他們已經很盡力了啦 因為我原本想要的那個圖片的顏色啊 就他們店裡面都沒有 然後所以他們已經盡量的幫我找了 那麼好然後用的那麼厚 所以你看像這一隻 其實都已經掉了 我們上次做的是23塊美金嘛 我後來回去查一下資料 然後看一下就是在柬埔 在這邊的店家 有點算被坑耶 被當肥養 因為23塊的話 我幾乎是沒有貼任何的鑽 他就是只有把我的圖紙繳 然後加畫而已 鑽很貴 像有一些店家 他有貼鑽啊 他大概只要10幾美金而已 所以我有點就是算被騙 我們等一下去的那一家 他是有點算是價錢取勝 但環境聽說就沒有那麼的乾淨 不過我們就去試試看囉 那我一樣是找網路上我自己喜歡的圖片 然後給他們看 就看他們到底做不做得出來 好 現在已經包好一隻手了 他現在幫我用另外一隻手 那一進來這間店的感想 就真的是像朋友說的一樣 沒有那麼的乾淨 環境髒髒的 椅子啊 然後地板都有一些 直角的痕跡 然後灰塵 連外觀一進來就不太一樣了啦 但是 我們就看他的技術如何囉 然後再玩一次 再玩一次 我喜歡他們的考驗 如果你們知道 我做完指甲了 成品非常的满意 雖然說環境上就是真的不是那麼的乾淨 但是它的CP值真的超高 我做這樣子的樣式 有貼金箔 它的程序還蠻多的 跟台灣我做光療的步驟差不多 還算蠻厚的 然後還有一些暈染啊 他們都做蠻好的 這樣子才14塊 你還能要求什麼 超級棒的 而且他們跟我就是給他的照片上的還原度 我覺得應該有達到80% 還蠻高的喔 以這樣的價錢跟這樣子的技術 我覺得我下次如果還需要再做指甲的話 應該還是會選這一家 開心超開心的 多一點欠騙 有話在當中 你還會選幾個月